欢迎来到风行课堂 点关注 学技术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节 短线 中线 结合法的一个技术课 好 那么讲课之前啊 还是老规矩 大家点赞留言 天天赚钱 好 我们先讲一下它的这个要点 首先我们说一下 我们认真对待个股的每一次扭转性的起长点 就说一只股票每一次的扭转 那么由下跌变为上升或者说突破也好 它每一次的扭转都可能形成一个向上的 攻击性的一个幅度差价 因为我们就是做差价的 对不对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把握好 我们以短线买入 我们每一次操作 散锢都这样 而以中线去持股 我们散锢如何能像油渍一样 主升 是吧 利润空间拉得快的个股 我们都能随便抓 这节课就教你这个方法 那么像有的人买入一只股票也学了 哎呀 反爆了 买入了 但拉升之后 但是它又回来了又跌了 我们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有的股票买上之后 长得真特别好 那有的就不行 好 这个战法是投资和投机结合的一个实战方法 要求必须掌握好短线战法和不断战法 还要结合消息一遍 加行业利好 高成长性一些价值投资 说白了 这就是价值投资和投机的一个相对应的方法 对吧 那我们一般做中长线 都是认为高成长性的公司 对吧 那么短线呢 都是一些利好刺激啊 短线资金快速借助 打板和拉升 但是我们怎么能把握好 对不对 所以说 消息面 行业 高成长性我们结合 还要再结合市场的资金的流入和流出 来我们举一下例子 我们先讲一个要点 第一 我们选股一定从中期操作角度去选潜力股 注底好不好 业劲好不好 那么第二 我们再通过分十分钟 结合日线去把握好高低点 使自己的操作始终保持一个主动性 懂了吧 我们虽然选好了个股 但是它启动 我们先一短线来 我们要设好止损 对吧 对吧 第三一点 买入点设止损 先买了 我们知道是想上了 要开始攻击 但是涨多少 不知道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认真对待每一次的短线买点 那么如果涨得好 我们就以中线持股 拿好了 因为每一次起涨点 它都会形成一波趋势 有的涨一两天 有的涨一两个钟 有的涨一两个月 对不对 那么最后一点 上升趋势形成的 一旦形成 就耐心持股 用波段法找高点 说高点没出 就持股待涨 懂吧 那么一旦见高点 再出来 再来一个低点 对不对 那么在拉伸当中 那么再来一个低点 如果又形成一个扭转 我们就开始在这里介入 那么看能不能 如果打双头了 我们就抛了 过顶了 我们再继续拿着做 所以说 这种短中结合战法 也对大家有一定的要求 就是首先你得会选股 对吧 二还要看F10的这些业绩 等等 还要注重基本面 还要结合它的资金流入 短线的一些起爆点 都得会 来我们局面举几个例子 那么像这样的股票 对吧 我们就说这样的股票 你看 它现在是一个上升趋势 对吧 你看这种趋势的走势 对吧 你就一路持股 带涨 是吧 每次扭转 但是现在走坏了 我们看在这里 我们看到 这里出现买点 你看 有可能就会出现问题 对吧 我们看 你看 像这个股票 你看 在这里突破的时候 我们认为真不错 但是放量之后 并没有打浪高 然后就出来了 就跌了 我们认为 这个买点并没有有效突破 所以说你的介入是错误的 要马上开始出现什么 止损 对吧 你看 这股票就调整了 对不对 来 我这一波攻击 这是一个突破 回踩不破前低 再过点 这就是一波拉升 对不对 我们认为这波拉升 它是有一定涨幅的 好 我们再看下一只 那么在这个 就像这些 是吧 这些扭转当中 你看 每一次的 我们说 阳包阴 是吧 都是一个拉升 而且趋势并没有走坏 看到吗 趋势都在延伸 所以说我们 以短线这里缩量阳 反包三平量过顶 你看 这又是一波 只要不见高点 你就耐心值 但是说 有时候吧 那么说 你要注意 这个买点 它始终会见顶的 对吧 那么打个比 你在这里买了 你会发现 过前高 买入 反包也不错 量缩价涨 但这里出现 高量阴向下 破单阳 这就一个短线高点 你要出去 因为每一个高点 短线高点出现之后 有可能会形成一个 阶段性的高点 或者一个 什么 中期高点 高点 它不是一天形成的 它需要资金的认可 那么有的时候 那么高点出现之后 感觉是个高点 甚至又反包了 对不对 或者说 又拉回去了 在这里 我们认为 还能拉升 虽然股票就是一个应对 这需要你一个 强大的基本功 而且还有一个成功率高的 一个实战 盈利模式 很多人并没有建立起 这个模式 它所谓的建立 就一个短线的几招 而没有连贯性 而我们这些课程 就让大家 有连贯性 循序建计 由浅到深 由低到高 不要盖空中楼阁 就像在座的 有一些 人生看过课程的 可能他知道一些 分时买卖点 起爆点 他都知道 而且成功率也挺好的 但有一些 他就学的 说白了 就是有点什么 基础差 他连一个基础的买卖点 都不知道 到底怎么买 都没有底气 相信 他是不会做好股票的 因为你没有底气 就证明 你的成功率 是达不到的 好了 那么这节课 给大家就简单枪 这支股票 看到吗 这里就是一个扭转 但并没有突破 回调不破 又一次扭转 那么这里扭转 有没有高点 有 拉了一波 但拉的不急 我们能不能做 也能做 这不新加洋 洋包音 大胆买入 大胆可以 这也是 你看 是吧 你看 三音 你看 三音平 是吧 你看 是吧 放量包 但是你看 逼空星 你看 这个我们也买 买的时候我们发现挺好 那么你在这里是吧 这是一个起包 这一下就百分之 是吧 五十 涨分都达到百分之六十 所以我们认真对待 每一次的买点 我们也不知道 这次它能涨多少 那么如果可能在这位置 它就起来了 对不对 但这波是在这里起的 所以说我们买上之后 就是以中线 四围持股 以短线 只要它没走坏 我们就静观其变 懂了吧 趋势不破 形态不坏 耐心持股 这我们今天讲的 短线 中线 一个结合的方法 那么像这一波拉 不用说了 电力 像这种电力拉 提材 新型电力 一看 往前塞 对吧 搞双控 这是一个热点 碳中和等等 我们再看到资金快速流入 扭转 打板 那么这就不错 而且前期住地也住得不错 好 这节课给大家讲到 这需要大家去自己琢磨 小话 例子很多 不能一一举 但是要点给大家讲 相信大家 慢慢多听几面 都会有收获 希望大家把赞 点过一千 感谢大家的收听 再见